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姐 今天打扮得这么休闲啊 我男朋友喜欢穿休闲装 听说 你跟刘董事长的公子在谈恋爱 是不是真的 听谁说 上次你们来酒店参加朋友的婚礼 可是手牵着手进来的 这可是爆炸新新闻 现在有谁不知道公司上下 爱心姐 听说跟大款交往不光要快撒娇发点 偶尔还得刁蛮任性 大款就喜欢这一款 觉得特有性格特真实 是啊是啊 偶像剧里可都是这么演的呢 你们要太八卦了 到时候啊 你去南小国际的上门 你别忘了提起我妈 还望大少奶奶多多关照 行啦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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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灯乔 刚才酒等了吧 还好 我也刚到 咱这儿让你多等一会儿呢 反正 等女人是男人的天职 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呢 难得见你这么开心 对了丹乔 等一下 我们去吃西餐吧 洪小豆什么时候改变品味爱上西餐了 我今天发的奖金 我今天发的奖金 打扰庆祝一下了 我不能和你一样吃鬼头宝吧 原来是这样的 对了丹乔 我觉得我们在现实中已经认识了 你还叫我网友 这太奇怪了 这样吧 我们两个从虚拟世界中快点走出来 重新认识彼此 丹乔先生 我叫宁兴 以后请坐坐观察 好吧 从现在开始我不叫你洪小豆了 我叫你宁兴 下面播送一条娱乐消息 会让所有文艺青年们都疯狂起来 My Little Airport乐队将来我市举办演唱会 My Little Airport的粉丝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就赶紧抢票吧 天呐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书冬先生 告诉你个好消息 My Little Airport乐队要来咯 是谁 把我的树洞偷走了 赵丹乔 令星 从今以后 谁又来和我分享我的快乐和悲伤 红小豆 对树洞来说真的重要吗 可能 只是个网民而已 他背后真实的那个人 对树洞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包括他的喜怒哀乐 他的心跳和悸动 那树洞 对红小豆呢 赵丹乔对宁夏呢 重要吗 不然为什么他和别人走了 我会感到寂寞 真的很感谢你 丹乔 谢谢你这么痛快答应我 假扮我男朋友 让我能够在婚礼上挽回面子 举手之劳 对了 上次你说公司遇到危机解决了吗 是的 都过去了 有时候我觉得心真的很累 所以不时地会与你倾土烦恼 那是我最轻松最快乐的时候 每天我回到家 我真的很累 好了 我们不要谈工作了 让我们谈一谈电影啊 音乐啊 以及彼此的秘密 丹乔 其实 我们可以把这种快乐 还有轻松延续下去 当然了 前提是 你需要从虚幻的世界当中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前些天我去了一家音乐酒吧 居然听到了完美日 真的是太巧了 你选音乐酒吧 我觉得太吵了 我不太喜欢了 我 我说完美日 居然还有人记得这首老歌 怀旧这东西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个潮流吧 每隔几年都会流行一次的 你不是喜欢这种音乐吗 对了 丹乔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都忘记告诉你了 我现在已经调到董事长办公室工作了 你说 你说 人和人的缘分 是不是很奇妙啊 这次我一定会努力 尽快得到董事长的认可 她的认可就这么重要吗 当然 她不单单是我的董事长 更重要的是 她也是你的母亲 丹乔 说实话 你是更喜欢 网络中的那个我 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我 在网络中 你给我的印象 就像是一团火 又像个傻丫头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情 但是 现实中的你 更加的 理性 也更知性和徒利 你要知道现实生活中 有太多的压力了 太多的竞争 即使我的内心 是一个小女生 没有办法 我总是要用 强悍的外表 来掩饰自己 即使我的内心 其实还是个小女生 是吗 可能我还没把你跟洪小豆 完全对应起来 我相信 经过一段时间了解 你一定会了解到真实的话 丹乔 静瑶 这么巧又碰面了 宁小姐也在啊 你们是 网友聚会 冯总 我和丹乔 现在你不单单是 网友的关系了 是恋人关系 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那恭喜你 丹乔 宁小姐是个好姑娘 不错 不过我要提醒你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了 不要让过去的情感 把自己舒服了 是吗 嗯 帮有朋友先走了 好 丹乔 冯先生刚才说的 摆脱过去的阴影的束缚 是什么意思啊 丹乔 丹乔 我真的很想知道 书冬先生不是应该 对洪小豆毫无保留吗 对不起 今天我不能送你了 前面有个路口 我帮你放下 你自己打车吧 丹乔 你是怎么了 我是关心你 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的不开心 都告诉我 我可以跟你分担 这有错吗 抱歉 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好 姐 姐 这么晚跟我来啊 什么事啊 没事不能来找你啊 我也打算今天住你这儿呢 真的 太棒了 怎么 这么晚不睡觉干嘛呢 我正好拍了些照片 做些资料 收拾一下 对了 小夏 你之前跟树洞先生聊天当中 有没有提到过他过去的感情史 没有啊 你怎么问这个啊 今天跟他吃饭 他谈到这个话题 我一时答不出来了 今天 你们有见过啊 主要是为了谢谢他 之前假扮我男朋友 所以请他吃了顿饭 小夏 你们两个一天聊天 都聊些什么话题啊 我们就聊些电影啊 音乐啊这些的 坦白说 你喜欢他吗 无论是树洞先生 还是赵丹桥 说呀 嗯 其实我还挺依赖他的 不管是开心的事情 还是难过的事情 都会跟他分享 他是最了解我的人 我什么秘密都会跟他说 哎 不过 当我知道赵丹桥 就是树洞先生的时候 真的吓我一跳哎 因为树洞先生 是个很温暖的人 但是赵丹桥冷冰冰的 不过相处久了之后 才发现 真正的赵丹桥 和树洞先生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也还是朋友了 这么说到底是喜不喜欢 姐 你问这个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觉得我喜欢他了 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他了 所以小夏 我需要你把红小豆的身份 继续让给我 还要给我APP的账号和密码 让我更多了解他 姐 感情不是随便的东西 怎么能说让就让呢 我仔细想过了 这些年以来 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太多的青春在隋然身上 我不在乎他穷 也不在乎他没有本事 但结果呢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 与其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找一个 家庭条件好 结婚后又能让大家 羡慕我的男人结婚 目前来看 赵丹桥是最好的选择 小夏 你一定要支持我 姐 那你真的喜欢他吗 喜欢 那他喜欢你吗 现在也不确定 但以后一定会的 姐 我跟他说了那么多秘密 这些秘密都属于我的 你不能连我的人生 和我的秘密都拿走吧 这跟人生有什么关系 我不过是需要你们聊天记录 这样的话呢 我就能更多地了解他 也能让他更快地信任我 这有什么呢 姐 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你知道吗 好 我想说了 我要出去走走 小夏 王露露你爱我吗 我知道 这些年 你一直都喜欢我 不过呢 我就是个穷光蛋 我没房 没车 也不能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 但是只要你愿意 咱俩现在就可以去婚礼现场 王露露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男朋友赵丹桥 大家好 好 谢谢 恭喜恭喜 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合 还有早生贵子 不可逗 好 肥蜡 我去除搜铁桥楼 你把心里带过去 你去死吧 祝你希望是否 在没有重启案件的人生里 我们到底如何从头来过 我觉得我喜欢她 所以小夏 我需要你把红小豆的身份 继续让回我 我不如找一个经济条件好 结婚后 又能让大家羡慕的男人结婚 目前来看 赵丹桥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小夏 你一定要支持我 舒总先生 人世间的烟火 会有多少次无罪的措施 怎样才能把悲伤 从心里抹去 可以抬头望月亮 望着望着就望了 我希望大家想灵 Θ 我会不能動 如今儿的 你也只是在拥鞋 你不是说 我可能会用 你不会有空 你不是说 我不是说 你不是说 我不是说 你不是说 我不是说 这是命令 不是和你商量 没有可视 记住 行 反正都卖身招的八屁 你说什么 大声啊 宁夏 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还是希望你回到卖位工作 你敢 就怎么样 手机在我这儿 你干吗 我救不给你 我的淋雨啊 不管我 把伞给我 快 舒冬先生 再见 舒冬先生 再见 我仔细想过了 这些年以来 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太多的青春 在隋然身上 我不在乎他缺 也不在乎他没有本事 但结果呢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与其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找一个 家庭条件好 结婚后 又让大家羡慕我的男人结婚 目前来看 赵丹桥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休想 你一定要支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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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软件的密码二零四六 好 谢谢小夏 爱你 你一大早跑到我这儿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我觉得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 虚拟和现实本来就存在着差异 我只是觉得 她和网上不太一样 在网上的红小豆 是个敏感细腻的女孩 而在我眼前 她却是另外一种类型 人在网络上本来就需要伪装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行了 你别想你的问题了 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上一次的症状 是几号出现的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我过来 你就跟我说生病的事情 请你尊重一下客户的感受 好不好 我是医生 又不是卖保险的 我需要我的客户健康 你既不证实你自己的状况 又不肯按时吃药 又不按时来复查 你的病情怎么能好转呢 书冬先生 你好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乐队 叫My Little Airport 我的飞机场 很可爱的名字吧 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之一哦 总觉得他们唱的就是我的生活 如果哪天他们来看演唱会 我一定会去看的 书冬先生 你在忙吗 不如休息一下听首歌吧 少爷 看什么呢 我是问你 上回吃了药之后 有没有出现什么反应 或者副作用什么的 少爷 少爷 看什么呢 我跟你说话呢 乐队的演唱会是 兰桥国际赞助的 下榻的酒店 就在兰桥国际大酒店 难道他会不知道 我现在有事情要走了 等我 怎么我每次一说到生病或者吃药 你就是这种态度啊 行行行行 我会记得吃药的 下回见啊 拜拜 不是 樊桥 这杂事我还没看过呢 去吧 去吧 丹桥 你这是 叫内心 我有事情找他 我在大唐吧等他 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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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桥 你来找我也不提前说一下 你来找我 我 不会是给我送时尚杂志的吧 听说 我小艾朵的乐队住在兰桥国际 我小艾朵 这是个乐队 这是个乐队 想起来 这个乐队的赞助商之一就是兰桥国际 而且他们演出的时候会下榻到兰桥国际 那你想看吗 你不会是他们的粉丝吧 好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陪你去 丹桥 来 进来 怎么又是你 他怎么不给我送咖啡了 你和夏有自己的案子了 他可忙了 那总不能老让他买咖啡吧 所以以后这样的工作都交给我吧 他最近手头上有案子 就是米奇的那个案子 所有人都不愿意接 宁夏就接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